我跟大家講講聽國復康 對先天性約聽小朋友 以語言發展的重要性 其實嬰兒是語言發展的黃金時期 胎兒二十週 在媽媽肚裡已經開始有聽國 到出生之後 九個月至一歲大 開始第一次講話的時候 整整差不多接受了一年的聲音刺激 才開始講話 所以有先天性約聽的小朋友 其實會對講話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 萬一約聽程度是嚴重的話 有機會說話是完全講不到的 所以為了確保嬰兒的健康發展 家長就一定要帶小朋友 接受聽國篩查的檢查 如果遇到聽國篩查不合格 也可以為嬰兒安排在專科醫院或診所 做一個詳細的聽國檢查 找出若聽程度或若聽的腫瘤 然後經專科醫生診斷 作出一個合適的治療 或者接受一個復康的安排 然後為他們嚴配合適的專業的助聽機 讓他們的聽國能夠受到足夠的刺激 希望他們的語言進度 可以跟正常聽力小朋友的發展 接下來7月29日 都有一個關於先天性約聽的講座 有興趣的家長可以盡快報名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